各位網友,早晨,我是五仔 早晨,我是熙 我們熙5,晨早新聞報寸 請大家給個like 以及每天按進來五仔的頻道 看看五仔出了什麼新片 現在Youtube真是搞不定了 投訴過,什麼都做過 好像裝沒事似的 先給個like 今天天氣如何呢? 來到11月20日,星期日 高空反氣旋為廣東元岸帶來大致晴朗的天氣 今天天氣與差都是大致天晴 最高氣溫約28度 吹和換的冬至冬不風 最高治外線指數大概7,強度屬於高 是,今天就跟大家說什麼 當然是說新聞先啦 今天那些新聞,日日都是厲害的 港鐵每日思汗更新 每日更新,日日新鮮,日日金 有人竟然在地鐵裏面做運動 從掌上壓到做波比跳 在車廂裡面 表演欲強 幸好沒有像之前那樣拿出來 這些是怎樣的?犯不犯法的? 稍後研究一下 另外一些淒涼的事件 一輛貨車一返 掉了乘客出來,壓死了18歲的女生 原來他父親剛剛才過世 沒有了老公,又沒有了女兒 真可憐 公路上極多炸彈 你看到中間那張圖 不知道你看到什麼圖 Youtube也很討厭 然後就說那輛車反了 反反反反反反,反到飛天 究竟什麼情況呢? 警察另外一宗拘捕一個14歲少年 無牌駕駛 14歲的少年,開車已經不對了 無牌駕駛你當是打機 唉 另外有些事是混亂的 是不是玩我們香港的? 那些籃球世界盃 又播錯榮光? 你不是吧? 這次聲音就對了 不過字幕上打出來 又是那首榮光的歌 不是那首義勇軍進行曲 你有沒有搞錯? 又有什麼事? 另外看到名外 兩個護士襲擊病人 重案組要調查 護士打病人 這次之前是病人打護士 另外確診方面 全香港的新聞都不太看到的 只是看到數字 現在說一次 7559宗 有501宗輸入 然後看到其他死亡多少人? 找不到啊 不好意思 跟網友說看不到五仔的影片一樣 在YouTube的頁面上 不知道為什麼 真的很奇怪 詳細新聞內容 還有香港確診急升 因為已經接近八千宗連續兩天 說到醫院壓力增加了 接近需減少非緊急服務 這樣又來一次 之前試過 現在會不會把醫院都丟在外面 應該不會的 現在都丟在外面吃飯 但可能會有遊客 OK仔 稍後跟大家說一下專題 哈哈 過來吃飯盒 真是旅行團 真是大件事 好 先說一下什麼新聞 先說一下醫院 醫院為什麼這麼暴力 名愛醫院護士傷害病人 因為另一宗投訴就揭發 消息說 兩個護士推病人的頭 亦都中他下體 嘩 你真是 這樣也有 這件事原來就是18日星期五 公佈明愛醫院兩宗涉及投訴 醫護人員不恰當對待病人的事件 消息說 事件涉及兩名內科護士 分別向兩名病人 推他頭和中他下面 據了解 遠方當時在檢查另一宗關於職場欺凌事件 調查後發現案中有案 有護士爆料 醫護人員在護理病人期間 暴力傷害病人 最終揭發 警方回應查詢說 18日相關機構有人報警 長沙灣永康街 一個醫院兩個病人接受護理程序期間 懷疑身體被殘酷對待 警方列作 求警調查處理 現在暫時被重案組第一隊跟進 暫時未有人被捕 兩個案件在不同的病房發生 每一宗都涉及一個護士暴力對待 一個成年的病人 究竟是不是 我猜的 是不是欺負老人家 為什麼會這樣呢 男人還是女人 好像有些報紙說出來是男戶 這樣真的不行 現在涉事的病人已經出院 要搞清楚事情之後 會聯絡病人和家人交代 交代有沒有CCTV 拍到就要拘捕 接下來世界杯又開羅 但是這邊的世界杯 就是七攬 這次是十五人攬球 再爆出錯的就是杜拜世界杯攬球賽 影片字幕又寫錯了國歌的名稱 又寫了港獨的 榮光那種歌的歌名 放在這裡就當香港 當香港的歌 是吧 世界杯 很多條片 全世界在說的 配錯英文的譯名 籃球總會說 國際籃球理事會就說 圖像操作員就搞錯了 他又可能在網上找資料 我不知道 那怎樣呢 不知道就說 中國國歌就行了 不是的 他又把英文譯名就是玄榮光 搞到李家超又要發聲了 搞完錯一次又搞錯一次 這些 香港籃球總會就表示強烈的不滿 為什麼又是這樣的 然後他們就說 是那些操作人員 有勢就說勢 小的人轉過頭說可能炒了 這樣也不頂了 他未必要來 未必要做這件事 但是上次習主席 看到南韓總統都好像沒什麼 好像很好朋友 表示友好 但是香港上次發言很激 何君堯又說要解散港隊 梁美芬又說不要去南韓這些低質的國家 這次李家超就出聲 非常不滿 他將去信國際籃籃和亞洲籃籃 反映也提供官方的版本國歌 他將去信國籃籃和亞洲籃籃 後來世界杯不關香港的事 世界杯不關香港的事 香港沒有這樣的能耐 打進足球 足球打進去這些 決賽州那些 好了 接下來世界杯開羅 我發現一件事 香港的球衣賣得極貴 他說球衣燒情 香港是慢熱的 暫時未見有什麼宣傳 香港人是這樣的 三分鐘熱度 到時開羅就會買的 買好巴西 其實最好買這些球衣 買一件可以穿到最後 買中國隊 日本很多人買日本隊 連香港日本隊也是最好賣 為什麼這麼好賣 不過我想香港你們買球衣應該挺貴的 我之前走過街最便宜的 日本我看是4000日圓 4000日圓是200港幣之內 就有一件日本隊的球衣 即香港什麼都要殺你一大水 現在就說 未來世界杯 這裡跟大家說說 說開運動就是 好 先看看 有什麼新聞說 很多 可惡 先說這件 旺角女人街住宅火災 消防員夠息 先看看有什麼原因 他還不知道 沒有人受傷 昨晚8點 通賽街的女人街 一個大廈中層失火 沒事就行了 勵志國公園泳池電力故障 緊急維修暫停開放 哇 真是 搞錯 有人想游泳也不行 有人說 另外說說 這麼多變態 又說你聽聽 再說 去蝕敏 濕敏 洗傷口的女孩 被控非禮的男護士 准保釋至下星期二 再審訊 這樣 再問話還是什麼 上班的時候 有個女孩 是女童 她沒有寫多少歲 她說猥蝕侵犯 竟然塞一條舌 進入人家 涉敏 涉敏在診所裡的女童 她是變態人 通街都變態人 昨天在觀塘法院 首次提堂 你不用說 你無需答辯 我看到陳慧敏 這個處理主任 裁判官 應控方的要求 押後 交了15000元保釋 另加父親 5000港元人士擔保 那男人 23歲 譚永東 原來在今月9日 這些新聞都沒有即時爆出來 是法庭案件 我們才知道 洗傷口的時候 濕吻人家也敢死 另外再說說 港鐵一個星期已經炒三次電梯 不是很多報紙賣的 這個就說 一個星期第三宗 電梯又爛了 港鐵就說 檢查後已經開了 這樣就行了 因為這些東西經常爛的 一個星期三宗 你怎麼搞的 香港是危機四伏的 只說港鐵也有多話 昨天又說有人塞一條狐狸 還沒進屁股 那女兒 用情趣用品搭港鐵 醫生警告 她說怕你被損進去 撐大了 然後會失禁 我昨天也說了 你為什麼又要找醫生 人家可能改裝是皮帶 不過你要考慮色那方面 就由你們考慮 另外有個人 就在地板 好像發生性行為 在這裡做掌上壓 究竟什麼事呢 又說那個人不是健康 無端端在港鐵 又在拉筋 又在做健身 狂做掌上壓還凌空揮拳 這麼有表演欲 有影片流出 看到這個人不斷做掌上壓 再揮起凌空揮拳 跳起 循環不適 好像很熱愛運動 做什麼都是有適當的位置 不是好像醫生 但是他在港鐵拿一條東西出來 又說 我正在醫癢 現在這些 不知道是不是有樣學樣 我做健身而已 這樣 如果你不是在這裡交配 我做人而已 這樣 你說這些人 什麼事呢 在眾目攜攜下 有網民說 這個人好像似曾相識 因為他經常在地鐵站裡健身 月台做掌上壓見過 不知道會不會在鋼筋上 還有引體上升 他說 什麼 吃光花生的網民 他說應該有一段估計 收到風 他是要和人去決鬥 這些是吹水的 但是他做幾下 做三下 香港人很大壓力 通街都是做什麼事 經常說失常 平常人不會做這些事情 就失常 大角咀經驗一個裸體的阿伯 阿叔 看他的腰骨都伸得多直 不知道他幾歲了 全身赤裸站在路中心 為什麼香港這麼多瘋子 大角咀經驗全裸的男人 在昨天早上8點 在大角咀的中樹街 十字路口交界 期間突然把衣服都放在地上 全身赤裸 硬膠膠的站在那裡 街坊看到這樣 真的報警 無端端有個裸男 這個裸男 脫裸完衣服後 不知道他做什麼 自己又慢慢穿上衣服 阿sir走來繞 又見不到這個人 懷疑精神錯亂 現在發生什麼事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這樣的事件 要說說 另外 油麻地 尼泊爾男人 被三個非華裔男人狂斬 走到殘廁洗傷口 斬人是每天都有的 不過沒有拿來做頭版而已 斬到現在好像 整天說香港自殺一 只有幾件事 是愛惜生命 現在愛惜生命 要不要出街了 晚上不要出街了 但是現在這個日光 AM的時份都被人斬 原來這件事就是昨天早上11點43分 53歲的尼泊爾男人 在油麻地上海街寧波街交界的花園 三個約三十至四十歲的非華裔男人 最初是吵架 誰知道這群人 原來真的是帶刀侍衛 帶刀出街 一拔刀就斬他 斬到他的手 就中刀 他跑去炮台街的殘廁洗傷口 我朋友是炮台街的 經常都有這些事發生 他說三個兇徒 駕單車沿上海街 去到甘肅街方向就走了 原來他們有座架 單車刀手 他說在炮台街的殘廁有很多血跡 警方列作傷人案 香港真是粒粒亂 什麼情況呢 14歲少年 無牌駕駛 偷車販毒 六宗罪 14歲有多高大 香港可能高大一點 日本人很小 他說19日昨天凌晨三點七個字 有一條14歲的年輕人 開車販毒 裡面有21克綠安酮 三十六克可卡因 市值三萬一千元 這些就是未經 未獲准而取用運輸工具 似乎連車都是撞回來的 無牌駕駛 很多宗罪 還有沒有身份證 14歲少年有黑幫背景 原來是屬於元朗的聖和 這樣 我說初步相信是少年把他偷走 用來派貨之傭 行不行 14歲的年輕人會偷車 別人偷給他 對不對 這些不是一個人做的 那你接貨也有人給你才行 那麼小的年輕人的貨在那裡拿出來嗎 對不對 這些就是很混亂 另外有一宗就是意外 淒涼 屯門貨車撞路牌 十八歲的女乘客 就租貨車 貨斗被壓死了 男司機放危險駕駛被捕 昨天早上同一個時間 差不多是斬人的時間 炮台街是11點57分 那邊商在屯門發生奪命的車禍 警方接報 一個運送 那些是桌布的中型貨車 沿著青山公路 一個地方的南地段 往兆康方向 去到那裡炒到路牌 車就打折了一番 那女乘客被拋出車外 為什麼拋得出來呢 不知道是不是沒有安全帶呢 那 你正常應該不會的 如果有安全帶 但是很難說 可能脫掉了 或者怎樣也好 一掉了出來的時候 那火車一扎就扎住他 陷入昏迷 那男司機只有21歲 他爬出車廂 馬路有一條10米左右的刮痕 那大批警員 消防救護員 就說到現場是救援的 那女乘客是當場死亡的 那女死者和男司機是情侶關係 其實那女子只有18歲 陰公 還要說到 那女子本身 其實是 那個爸爸 是剛剛 剛剛 才過世 去年就喪婦 上個禮拜 就帶過這個男朋友 回去見家長 喂 誰知道下個禮拜 那女兒坐你的車就香了 他媽媽哭得 因為他已經痛失所有家人 18歲女 伸手二處慘死 嘩 上年還喪婦 媽媽說未能見最後一面 真的很痛 那女子叫阿彤 不要說人全名 他說慘遭貨斗 壓死 他媽媽姓張 叫他張太 傷心很慘 哭 因為他爸爸上年因為癌症離世 自己的心情還未回復 現在又白頭人送黑頭人 又見不到女兒最後一面 形容心情很痛 上個禮拜 這個男司機 先跟女兒見家長一起去喝茶 還給他錢買衣服 誰知道成為最後的禮物 他說這個女兒 其實就是 很慘 真的很慘 說他不是怎麼讀書 說他中三已經沒有讀書 出來 但是最近他說他生性 帶過男朋友見家長一起去喝茶 問他背景 知道對方小時候是由爸爸和姑姑照顧 開車賺食 和六十多歲的父親同住 認為對方這個男生挺踏實 把女兒交給他 三個人喝茶 之後買衣服 原本是AA制 但是女兒一片孝心 送了一件衣服給他 誰知道成為他最後的禮物 人間真的有很多悲慘的事 我們真的要珍惜我們的福氣 因為人生是很無常的 另外說一說 走山 如果這一條人走山 你說無常無常 我們也有個數字 算出來 原來獨行走山者 出事死亡率 接近10% 即每10個走山 單拖的 10個出事死亡率 是10個裏面有一個 警察呼籲市民要下載GPS程式 讓人們找到你 希望可以縮短一個搜救的時間 你知道 星期六日很多人去行山 單止去行山 10% 十分一機會出事 還有接近90%的個案在西貢區發生 那些地方可能平時也不太熟 所以看不到民居 譬如你在獅子山 或者沙田 大鋪 你也會看到 你猜到東南西北 你這些走到完全沒有民居 還有很險要 有機會跌下海 那些新聞也見過 所以非常危險 大家去行山 希望自己小心 另外很多交通的意外 真的 有一個青葵公路鐵騎士 沖路障 撞了的士 最終被拘捕了 原來是偷車毒的 多宗罪 電單車又有一宗 嘩 要吸毒了 這已經是 剛剛凌晨4點而已 這個新聞真是新鮮滾熱 原來司機已經是五十歲 五十歲還騎兵 騎兵 騎兵開電單車這麼過癮 哇 這些真的 他剛剛過了學神牌 哇 這些真的這麼有上進心 五十歲跑來考電單車牌 還要騎兵才去飛 總而是剛剛掉了P牌 現在的交通 嚇死人 還有說尖沙咀廣東道的士撞爛 你說行人路有沒有事 行人路沒有事 那一聲的士撞過來 女乘客的腳是受傷的 昨晚7點 67歲女乘客 腳部受傷 的士沒事 的士司機沒事 60歲 另外一件更誇張 西九快速公路 好像彈珠基 撞來撞去撞到車 凌空翻了十個圈 你看到這張圖 如果你看到封面圖 整個車凌空飛起 說昨天發生了彈珠基式的交通意外 車鏡拍到了 8秒內最少滾了十個圈 哇 飛越三條行車線 說是前一晚的6.5個字 你看到 我真的很害怕 我有時候出高速公路 因為說的新聞多 一天有幾宗 你說不是自己發生在前面經過 飛到你也很大 真的恐怖 另外之前很恐怖 這女兒也年紀很大 45歲 她在佐敦逛逛逛逛逛 被三個人夾上車 然後奮力掙扎走掉 警察在8天後拘捕了兩個男人 也起回想夾女人上車 那一架車 這架又是塞車 這架車被人偷完之後 就拿來作案 犯案 可能檢查到車牌 這架是塞車 找不到車主 這樣 通街有很多突發性意外 逛逛逛逛逛逛逛 這件事從天而降跌落地 17歲的女兒 打穿了頭 送到醫院 深水埗餐廳有石屎剝落 我現在發覺 我說新聞 最多石屎剝落的地方 就是深水埗 昨天下午5點 深水埗基隆街156號 有個17歲姓蘇的女乘客 被石屎剝落頭 發現上至有30厘米 不是那些石屎跌落地 很厲害 在香港危機四伏 另外 又有那些什麼 去偷東西 有那些爆竊 兩個賊一起偷 他說 全灣住宅被兩個賊爆格 損失了20隻名標 市值100萬 所以經常說 去日本買佈 便宜幾萬 免得被人剪掉 你有東西被人偷才行 這些肯定是貴的 20隻手錶 100萬 49歲姓王的住戶報警 發現兩個可疑男人 懷疑是偷東西 他可能看到一些CCTV 你家裏放20隻 100萬的標 你也看一看 有些防盜 慘了 報警 報警也沒用 有人走了 走了 這些防盜 只是發現過程 但也好 你起碼有些線索 身高1.7米 案發時穿黑色上衣 黑色褲 黑色鞋 黑色帽 很難找 這些特徵 每個人換了衣服 都已經不是那件事 有時候車鏡拍到一些東西 燒人 有個車鏡拍到 車裡面有人在 他把影片丟上網 有個人 左看右看 逛逛逛 撞到前面的路牌柱 不知你們有沒有試過 有些女人說 我年輕的 走過的男人 看我撞燈柱 這個也是撞柱 接著這個車鏡拍到 有魔性的笑聲 就說 車男哈哈哈哈 當笑話 這些幸災樂禍的人 就是這樣 最喜歡幸災樂禍的喜劇元素 我們不要這麼壞 純粹告訴你 另外八達通 原來最快12月16日 就可以拿1000元 14個港鐵站 設服務大使 為大家解答查詢 有很多人還沒拿完 那些消費券 我們都已經花了 留到12月1000元玩一下 大家記住拿 不然就給政府 好 另外 之前的林保堅 美女 古增師被鎖 直播解鎖 懷疑宣傳是虛擬貨幣的 說沒有同名公司登記 什麼意思 車上因為印有虛擬貨幣的標誌 是不是博宣傳 因為有個美女 虛擬貨幣平台高調向傳媒發採訪通知 有直播過程 但是他們的話事人 陳小龍是否認宣傳的 又對受影響人士致歉 直播結束之後兩人隨即離開 似乎真的會宣傳 如果這樣 因為你首先那輛車 我也說了 你彈古增 哪會彈到去駕林保堅尼 那你駕林保堅尼又有公司的牌子 那你這宣傳幾百元 給人數百元 直播成一件事 這條旅遊索 很像 我之前也說鄧月萍也這樣出來 似乎有這樣的可能 也成數很高 起碼有八九成 肯定是 另外說八鄉有個女生吊頸 男朋友發現也救不了 昨晚7點 男朋友報警 八鄉上村 新村一個寮屋 姓曾42歲女朋友 用泥龍繩吊頸上吊死亡 當場死亡 警方檢獲為輸 真慘 也有一個男人在德庫道西跳樓 東行線的電車服務就受了 跳正下電車軌 一件鹹魚在這裡 頂住了 塞了電車 昨天早上9點半左右 有一個63歲的男人在德庫道西跳樓 跳下來就剛剛跌正在電車軌 電車就受了 另外大家要提一下 原來的士 例如下車 開門 刮到人的車 或者打開門 有個電單車經過 撞到 或者什麼 原來香港有一條罪 叫做不小心開門罪 這件事就說打爛了隔壁車的倒後鏡 原來香港有這條罪 有機會被罰款 不過也有網民留意 認為的士司機沒有提醒 乘客下車方向同樣有責任 做了這麼多年 其實自己聰明 不過很多都是中溫雞 他是 下車就到了 一開門 一分分鐘命都沒有 通常是沒有門 你沒有門 的士司機沒有門 如果電單車經過 電單車司機可能沒有命 這些都是要看清楚 任何人沒有合理辯解下 這樣開門是屬違法的 可以處罰兩千元 大家要小心 還有記得進來五仔的頻道 按進去看看每天有什麼新片更新 我們每天和以前一樣會更新九條片 今天時間來到這裡 下一節和大家再見 拜拜